请记得和您的支持 订阅明镜 他们两个都很年轻 欢迎订阅明镜 很厉害 今天这首歌的难度 对我来说非常地大 我觉得我完成了它 就真的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 我又卖了一步 恭喜你 欢迎 谢谢 谢谢 欢迎 其实这首歌也是跟贺野歌商量了一些时间 然后才定下来的 一开始是觉得我们要表达一种遗憾跟无奈 但是到最后我们放下了执念 然后微笑又释怀 雨后的天空又出现彩虹 就给人带来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 刚才那首歌里面明显能感觉到 他们成长得很快很快 不只是技术的进步 而是在技术之外能感受到他的真诚 我觉得他们今天表现非常好 我很喜欢 谢谢 贺野 我下一季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有比较脆弱的一面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一定要给他很多很多的鼓励 但是这一次你唱这首歌的时候 发挥了你一些你的长处 我很喜欢你在这首歌 你的咬字 很像藤芸家屋的那种很自如 感觉到你有点不一样成熟了 就放开了 很替你开心 继续加油 然后小唐的声音很清脆 很干净 你的材料都很好 你多感受 然后等你再长大一点 肯定会更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其实在来《天赐声音》第五季之前 我从年后就开始准备这个事儿 当我来到杭州 来到这里的时候 第一天录制的前一天晚上 我当时的心态就是我什么都无怕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好了 但是在一次一次演出之后 我回去看舞台上面的表现 这种自信一点一点的就掉下来了 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是我 王鹤也在音乐道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标 我觉得 把之前所有的问题汇总了 对我自己来说又是一个里程碑 所以说接下来 一定会向大家展示更好的我 更全面的我 更去努力改进的我 我真的有很明显的感受到 我放松了一些 像之前老师们说的一样 就是我可能会太注重于 对声音上的一个演绎 可能会缺少一些 对歌曲情感上的一些表达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之后 应该会更加地放松我自己 然后更沉入歌曲里面 今天这个作品 我觉得不需要再多外界的评论 或者是加速在你们身上的任何东西 即便有 你们也把它丢掉 因为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 就是 You are the best 可以啊 你知道刚才我自己被你抓到的那一句 是什么吗 就是你在主歌的那一段 其实你是有一点 pitch是不稳的 但是那一段把我抓住了 因为你在前面不稳 我知道你有点害怕了 但是你到副歌你很坚定 让我觉得说前面我害怕没问题 但是我副歌我冲上去了 我觉得其实你什么都不怕 那不叫勇敢 当你知道了什么是害怕 你的不足 你再去冲的时候 这是勇敢 所以这首歌你征服我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陈楚生和荣泽继续回到舞台 此刻有请我们的剑音团现场合议 在两组音乐合伙人当中选择一组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 那这一轮我们的待定金曲会有所变化吗 有请 金剑音团合议本轮待定金曲为 陈楚生 荣祖儿 爱情者一 让我们继续恭喜陈楚生 荣祖儿 要把掌声送给不断在进步越来越好的黄鹤野 姚小棠 好 在这里我们要提前恭喜一下陈楚生 因为你们的东阳光队提前把本期的推荐金曲 锁定在自己的队内 接下来有请队长来给我们公布下一组 要挑战你们的音乐合伙人 我们最后一组是杨忠伟 余文文